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有關於修煉鎖裡面的點數取得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修煉鎖的點數取得方式是什麼 先帶大家看一下這個修煉鎖 他這個修煉鎖有兩種,第一個是這個基本的修煉鎖,這裡 他這個目前好像沒有上限,很恐怖喔,點到150的還沒有上限 然後呢,他這裡也有一個修煉鎖 這個長得跟英雄之戰的修煉鎖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然後這裡有一個CP13 中間下面有一個CP13藍色,然後上面也有 那我們帶大家看一下,這個有很多人不知道怎麼拿到,其實是在這個收藏這裡 收藏這裡是那個衣櫃 然後你看一般的這裡 他要寫啊,你如果 收藏到幾件 好像是要把它衝起來,你把它衝起來你就會獲得 這個就會亮起來 你把它衝到加10他就會亮起來 然後你成就達成之後呢,這邊就會給你這個CP了 那你有了CP之後你就可以來到這邊去點你的修煉鎖 那當然這個是增加 傷害啊,暴擊率啊這些,一樣都是那種 提升 戰力的 點數 這個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一下 這樣子就不會擔心說,原來那個CP是怎麼獲得 找不到 找不到哪裡可以獲得那個東西 那以上就是這個 修煉鎖的CP獲得方式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這裡 そして 對 站著 日本 吉speed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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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